第二个也是夜以近日的学习 成语的名字叫焚高济鬼 高就是一种高油 这个高油呢是可以用来点灯的 也可以叫做是灯油 焚烧这个灯油用来干什么呢 继续那个鬼 鬼就是日光 那到晚上了没有日光了 也没有太阳了 怎么学习呢 我们可以把灯油点起来 晚上呢不休息 继续学习 前面我们说的狼吟一雪 是没有灯油 那么这个是有灯油呢 他就焚高济鬼 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做焚高济鬼的事 这个事情说的是韩玉的故事 韩玉的这个故事 叫焚高油以济鬼 横悟悟以穷年 这个画呀 不是韩玉自己说自己的 但是它是从韩玉自己写的一个叫 进学解里边拿来的 最后发展为一个这样的成语 那么我们说它不是自己说自己的 是学生在说老师的 说老师啊 你逢高油以济鬼啊 横悟悟以穷年啊 那么这个是描写 韩玉 他是怎么求学 求学成名了以后 做了官以后 还怎么样的继续推广古文运动 继续啊 在学术道路上继续钻研 继续推广 要学为人师 要拜老师 要尊老师 他的政治的主张 请不吝点赞